一談到珍珠奶茶 有不少人就會聯想到是臺灣的名產 更是幫臺灣打開了國際知名度的軟實力之一 而今天是國際珍奶日 在高雄嚴城的新樂街 更是被打造成了奶茶一條街 因為不到六百公尺 就有十家奶茶店 天氣炎熱 不少人選喝珍珠奶茶或撲發奶茶解渴 三十號這天 美國民間業者定為國際珍奶日 珍奶不只紅到美國 歐洲亞洲 中東 北美洲 澳洲等地 都喝得到 成為臺灣之光 高雄也將它當成行銷利器 主打沿城區新樂街有奶茶一條街 不到六百公尺有十家奶茶店 國內不少手搖飲品牌 也在這天推優惠 外國遊客說講到珍奶就想到臺灣 旅外的臺灣人也常用珍奶跟外國人交流 可能對臺灣這個國家不是很認識的 這些小朋友或是家長 他們只要看到這個bubble tea 或是這個叫做bubble tea 他就會知道 Oh let's come from 臺灣 享受真正的臺灣美食 以及了解一下臺灣真正的文化 副總統賴清德也跟上國際珍奶日 喝起全糖珍奶來行銷臺灣 圓滾滾搖起來Q彈的珍珠 征服外國人味蕾 也幫臺灣打開知名度 記者王庭 陳顯 坤 高雄報導 直到 要不知 謝謝